你知道那護理長居然叫護士 拿的類似像 沙龍帕斯那種酸痛藥膏 把我擦 然後擦完之後 接下來都沒有再理我的 我的感覺到 我身上那個 這脖子到肩膀這塊 開始有東西要冒出來了 他也沒有去跟醫生反應 那也沒有幫我拿藥 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 就譬如說我跟他說 我的這個肩膀到 然後脖子到肩膀這塊 有很痠 然後有那種刺刺 會好像一陣一陣的感覺 因為我當時是在腹部的地方 很小一段 那我知道那個感覺很有問題 那你知道那護理長居然叫護士 拿的類似像 沙龍帕斯那種酸痛藥膏 把我擦 然後擦完之後 接下來都沒有再理我的 我的感覺到我身上那個 這脖子到肩膀這塊 開始有東西要冒出來了 他也沒有去跟醫生反應 那也沒有幫我拿藥 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個 養護中心 如果你們看得到的話 我這個疤都還在 好像被燙傷的那種感覺 而且帶中泡者好像神經在抽 好像被電到一抽一抽一抽 這樣的感覺 那接下來第二個階段 他就開始冒出那個水泡 一大片都是水泡 那你會等到 你會痛一段時間之後 水泡開始破掉 接下來他就慢慢的要結痂 這一段時間都很痛 我跟他反應說 已經到那麼嚴重的階段了 他們才去跟醫師拿藥 請醫師開藥方給我吃 這已太晚了 我有跟一個 我在台北我都去看一個 雷X皮膚科醫生 我覺得他就很棒喔 真的很棒 有醫生專業的水準 跟這些護士 沒有專業水準的 護士比較起來 真的天然之別 那戴妝泡疹這個 發作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嗎 很痛啊 那就是這樣 躺也不是 站起來不是 坐也不是 一個多月快兩個月 一直都是這次旺狀 所以過去也有 類似的情況發生 沒有 過去只有一小塊 那因為看了那個 皮膚科醫生 很快就把他壓下來了 看醫生要找對醫生 就像學舞蹈 要找對老師 那在住養護院那段日子當中 是不是有產經想要逃跑過 對 因為我住了三個月之後 我真的受不了了 那個養護中心就像一個 監牢一樣 好像把我們當犯人在看 幫傭 幫我們送飯 然後吃完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門口 拿他們來收走 是不是很像在坐牢 所以不能夠出去外面活動之類的 沒有 我們沒有外面 所謂的外面可以活動 那老師在這房間當中 都在做什麼 還好我有電視 那個YouTube 我也很喜歡看大陸連續劇 我看了大概四十一部 我覺得大陸連續劇 他們拍得非常好 從他們的企劃 然後角色的安排 還有選角 還有他們的導演 怎麼樣去知道整個場景的控制 那再來就是攝影師的印鏡 所以我們 June 12 第二天 我們就開始在從 2019年 我看到了 超級別的 今晚在 我們已經好 感谢观看